一大精进设诸懈怠 看到人家脱懒 我实在很不喜欢人家脱懒 不喜欢人家脱懒 实在是懒的 真的是懒 懒到什么程度 也不要讲 也不要讲谁 也不要讲什么人懒 真的 你自己懒 你自己知道 你很懈怠 但是我本人是很精进的 不管我是在做 我有一次 换了这个 肩椎盘突出 肩椎盘突出 腰会痛啊 肩椎盘突出 就是腰椎 其中有一段突出来 压迫到神经 你的这个腰会痛啊 对不对 这个 连床上师啊 教我几个瑜伽的知识 我回去做了 还有我的Family doctor 教我几个瑜伽知识 教我回去做 我做了 我是属于一个 一做 我一做就做了两年啊 像千双法床一样啊 从COVID-19开始 一直做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天不做 不敢一天脱懒 不敢一天脱懒 时间在怎么晚 我也一定把它完成 我不敢一天脱懒 我这是大精进啊 另外我这个肩椎盘突出啊 他们叫我做瑜伽 我也是按照 连传上师所教的 几个知识 跟Family doctor 教我的几个知识 联系一做 也是做了差不多两年 没有一天不做 每天晚上一定要做瑜伽 做完瑜伽 再上床睡觉 做完千双法床超度 再上床睡觉 这两件事情我一定要做 那瑜伽做了 今天幸好老天保佑 因为按照那个 方便一大德讲 你年纪已经大了 那个肩椎盘突出来 不可能会回去 不可能会回去的 你将来一定痛得不得了 我会帮你打针 再痛到不行的话 就要开刀 肩椎盘突出 痛到不行就要打针 痛到确实太痛了 没办法 一定要开刀 然后用铁夹子把你的肩椎盘 给它固定 但是我听了他们的瑜伽法以后 做到现在 好像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照S光 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做到现在 一点痛结都没有 没有了 就是我很勤快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华明达特教跟我讲说 你做这个几个瑜伽事 对你有帮助 不会碰到那些神经 那个骨头不会碰到神经 然后呢 连传也是说 他以前也有过 也有过 所以他做这个 做几个瑜伽的知识 给我 另外那个 连续法 连续法师吧 他也做过那个知识 给我看 我回去就按照 他们讲的那些知识 天天做 没有一天不做的 这就是我本身的大精进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痛觉 全部消失掉 我不是一个很懈怠的人 我讲修法好了 每天写作 每天修法 从礼拜一开始写 一直到礼拜天 没有一天偷懒 写作没有一天偷懒 连礼拜天 我就因为时间很短 我就想办法 能够写多少算多少 还是要写 能够做多少算多少 所以一本书要完成 我们每天写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从来没有修假 像我问世一样 哪一天修假过 就像COVID-19 在流行的时候 在很盛行的几年当中 我哪一天修假过 没有一天修假的 你中了COVID-19进来 我还是跟你问 回去说你中了 不是我传给你的 是你中了不知道 但我也不会被传染 怪的就是说我从来不会被传染 你们大家都戴口罩 我从来不戴口罩 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也没戴口罩 那几万人的法会 那小鸡蛋 都万人的法会 台北小鸡蛋 我也没有戴口罩 到哪里我从来不戴口罩 因为我觉得我 根本没有资格 没有资格中 哪有时间中 那我的话筒 那个必愿法师 你中了几次 三次 好 他中了三次 每天说 在我画室里面 单独 他跟我两个人在一起 他是我话筒 帮我准备画画的东西 然后他想说 我喉咙痒 我出去咳一下 他出去外面咳 一咳 所有办公室的人 全部跑光 那我还是在法室里面 他中了三次 那我都不中 我想说我已经免疫了 不会中了 所以我是一个很精进的 你看我哪一天没有进化室 有哪一天没有写作 有哪一天没有修法 有哪一天没有问世 我就是这样子 每天这样子做 不敢偷懒 因为时间不多 人活在世界上 时间不多 真正精华能做的 时间也不多 老了就很惨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实在真正能够让你 用的时间不是很多 这个时候 你不把握时间的话 真的是很浪费 真的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以大精进 色诸谢丹 你看我这个样子 那你弟子好意思说 在那边拖揽吗 对不对 其实维摩节是很精进的 他读了很多很懒惰的人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 时间差不多了 下集 紀的 下集ран 些难in 0 起来 看下集 Para 一呦 公